我敬愛的爸爸 謝謝您為我們全家全然的奉獻與擺上 以前爸爸您是個上班族 努力工作扛起一家子的經濟來源 是您的終極目標 辛苦一天下班後就放鬆看電視 因此家事全部都由媽媽一手包辦 男主外女主內夫妻配合得恰到好處 但就在五年前您退休之際 恰逢妹妹出嫁 而媽媽卻患了失智症 從那時起您就卸下公事包 換起了圍裙 擔負起照顧全家的工作 您除了按時陪媽媽回醫院看診 保管媽媽的藥物 以及提醒媽媽吃藥 患了遭遇症 至今十七年之久的我 曾有段時間常常進出醫院 還吃了很多精神科的藥物 甚至有時候會有一些異常的行徑 而這當中也都全仰賴爸爸您的照顧 就在去年底 我得了癌症 從開刀到化療的過程中 無論是刮風下雨 不論您有多忙 您除了要照顧失智症 越來越嚴重的媽媽之外 還總是開著車載著我 在家裡和醫院之間往返 而您從來無怨無悔地默默為我們付出 以前您是個標準的君子遠袍廚 如今你為愛一肩挑起家裡內外的事物 包括買菜 煮菜 洗衣服 拖地 倒垃圾等等 還要幫媽媽洗澡 甚至您還當起廚師來 當您煮菜有不懂的地方 還會上YouTube去學習煮菜的秘訣 妹妹常帶孩子 老公一家四口回娘家時 您也能煮起一桌好吃的菜 讓大家大快朵頤和享受一番 現在您一個人當三個人用 比起其他家庭的爸爸 您更顯得辛苦和偉大 爸爸 謝謝您犧牲自己 無怨無悔地照顧我和媽媽 謝謝爸爸為愛我們所做的一切 爸爸 您是最棒的爸爸 也是最偉大的爸爸 我要說 爸爸我愛您 希望耶穌可以祝福您身體健康 也願您可以早日信耶穌 祝您父親節快樂 愛您的女兒 方琦盡上 謝謝 謝謝方琦姐的分享 方琦姐有一個禮物要送給她的爸爸 今天是父親節 我們帶來一齣戲劇